大家好 歡迎來到金耀姐妹說 我是Rio 我是娟恩 出國旅遊也要攜帶金耀嗎 告訴你最佳旅行金耀攻略 各位喜愛金耀想學房好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開啟的鈴鐺 還要收到我們最新影片喔 想知道放假吃的日常嗎 金耀姐妹說的IG 追起來吧 真的是 非常久 對 非常久沒有出國去旅遊了 實在是很難聽出國去玩的日子啊 真的 如果現在要立刻出國的話 我就要去日本 好好吃好買 風景好 而且呢 不用做功課 因為你要去歐洲啊 還是什麼的話 你就覺得 啊 要做點功課 然後太久沒有出國了有點緊張 但日本完全就不會有這樣的感受 又有出國感 又輕鬆的感覺 讓人一直去不膩 沒錯 最近看到很多國家的國門在慢慢的敞開了 表示 我們要出國的日子也就越來越接近囉 對 我一定要跟你去日本 因為我這樣就不用做任何功課 真的很懶惰 旅行就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事情之一 但如果呢 我們在旅行之中發生了小意外 就有可能讓整個旅行的期間的心情 都變得亂糟糟 沒錯 其實呢 在處理旅行當中的一些小狀況呢 我覺得 因為他們不僅僅是體積小巧 而且攜帶方面 就是還可以協助我們很多旅途當中 一小不到的小麻煩 因此呢 為了不讓自己在出國的前幾天 才在那邊手忙腳亂的準備這些物品 今天呢 我就要來分享一下旅行時呢 我們會帶的精油 以及放在隨身包包的精油 到底會有哪些呢 首先呢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必備的旅遊組合清單 就是 暈船 暈車 暈機 消瘴氣的滾珠精華油 這名字好長 對 好長喔 不然我們就簡稱它叫做 流行百搭佑啦 哈哈哈哈 名稱反正不重要 重要的是內容物 這支滾珠的配方就是有 茶樹 胡椒 薄荷 還有除了迷迭香跟真正的薰衣草 金油比例就是1比1比1比1 甜頰納濃度的話 你要調5% 8%或10%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它就是插在局部 所以看到你自己 看一下你自己的耐受程度 那植物油的話 我是選用合合巴油 因為我覺得它的保存期限可以比較長 但如果你沒有合合巴油的話 看你們家裡有什麼樣的植物油 都可以使用 但不可以用就是 煮飯用的沙拉油 這四支精油的組合都是 就是防止暈車 暈船 暈機使用的 還可以提升精神 那如果旅途當中有脹氣啊 或是因為就是我們畢竟出國 那有時候飲食會有點不習慣 所以你可能會有脹氣 或是便祕的狀況產生 這時候呢 那我們也可以拿這次來 塗抹腹部按摩幫助消化 第二個呢 是消除痠痛的按摩油 旅行當中呢 一定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才可以看到美麗的風景嘛 而且也會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買到手痠嘛 對不對 因此呢 消除痠痛按摩油一定是必備的 我旅行絕對會帶 尤其去日本一定要帶 必帶 一直走 一直買 你一定會手痠跟腳痠 這支呢 消除痠痛按摩油的配方有 檸檬優佳麗兩滴 歐洲赤松三滴 甜馬玉蘭三滴 葡萄柚四滴 黑胡椒三滴 以上的比例呢 濃度是5% 主油是15ml 那主油的部分呢 我是用甜杏仁油8ml 深淵和草精泡油4ml 跟伊諾菲農油3ml 檸檬優佳麗裡面呢 有全類的成分 可以舒緩肌肉發炎 跟關節不適的症狀 歐洲赤松黑胡椒跟葡萄柚 都是單鐵系的精油 那歐洲赤松的部分 它是有類殼體松 因此有舒緩止痛的效果 而且可以帶動我們的全身循環 把乳酸堆積快速帶走 那葡萄柚精油呢 則是可以去除我們身體 多餘的水分 畢竟走路 或是坐飛機久了 下肢容易就不舒服 暖身水腫 那它就有很好的作用 黑胡椒呢 則是它可以帶動我們的循環 跟陣痛之外 還有暖身的作用 鐵馬玉蘭則是有抗肌軟 可以安撫我們 鎮定緊繃的身心 那植物油的部分是使用 順月和草油跟伊諾菲農油 對於消除肌肉酸痛 跟是消炎的效果 都是非常好的 但如果你沒有甜心人油的話 你就也可以用使用 就是家裡有植物 就加進去就對了 第三個會帶的就是 急救油 這個呢 如果有上過課程的朋友 應該都不陌生 應該都是完全熟悉的 就是大家一定會記得這樣 那急救純精油的配方 有真正薰衣草 鹽玫瑰 永久花 跟德國洋柑橘 可以將就是 先將上述的精油 就是純精油配好之後呢 再跟植物油調和在一起 那因為是要急救使用的嘛 所以你的濃度可以調高到 大概8-10%左右 那這個急救油呢 相當好用 你都可以在 就是消毒傷口之後呢 立刻拿出來做使用 那出門旅遊 其實蠻容易會遇到 就是受傷的情況產生的 所以這個急救油呢 顧名思義就是 急救必備的 一定要隨身攜帶 那以上這三個配方就是 必備的組合 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都是配好的啊 怎麼沒有帶單方精油啊 大家態度沒有那麼差啦 其實也會啦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帶幾瓶 單方精油出門 只是如果出門帶太多的話 會讓整個心理就是 蠻重的 所以這樣反而 我就會覺得有點麻煩 因此呢 我就會先習慣 配好附放 然後只會帶幾支單方 在身上急用而已 那到底會帶哪一些 單方精油去旅遊呢 第一個我會帶的就是 真正薰衣草 它已經熔燈 就是每集都會出現的精油 存在感很強 對 所以這裡我就不做解釋 大家都知道它怎麼使用 那第二支就是檸檬 它也是 就是出廠率蠻高的精油 那檸檬的話就是很好 它有進化空間 有很好的效果 也可以抗拒 因此呢 如果你到飯店的 就是飯店裡面 一個新環境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點一下檸檬 然後去除就是房間的異味 或者是 因為現在畢竟 我們還都是要戴口罩出門的 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 把精油低在口罩扣上面 讓你就是出門的時候 可以有輕微抗菌 然後也有芳香的作用 第三支呢 我會帶來的就是 杜松漿果 杜松漿果 或者是高地杜松 都可以 他們都是 以前歐洲國家的時候 他都會用杜松的職業 來焚燒淨化 那除了淨化空間以外呢 在旅途當中 它也可以保養 就是我們的呼吸道 然後 孕防病菌的產生 第四支呢 要介紹的就是茶樹 茶樹也是旅行好朋友 好朋友 對 如果你在旅途中 被蚊蟲叮咬 導致肌腹紅中癢 這時候就可以拿出茶樹 來急救使用 而且呢 因為我們通常 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日夜顛倒 然後晚上出去玩 所以就有可能長痘痘 那茶樹的話 其實也可以 就是對抗痘有一點點 急救的效果 對 那以上就是 在出門途中 會帶出場的精油名單 當然還有很多 就是看你個人的需求 來去做調整哦 如果要坐飛機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 暈車暈船 暈機的消脹氣的這個滾珠精華油 還有急救油 或者是真正虛擬草 還有茶樹呢 我就會放在隨身的包包裡面 因為滾珠的大小 大概就10ml左右嘛 急救大概也是10ml 那單光金油大部分都是5ml的大小 這樣的容量呢 是可以隨身攜帶的 就是帶在身上 以備不時之需嘛 不然呢 出門沒有帶精油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 對 而且精油又不是像是就是 一些 就是零食還是什麼 可以在7分啊 還有什麼都可以直接買的 所以就是還是會放一些在身上 因為我們出國嘛 會有分兩種行李 跟隨身行李 一個是託運的行李 隨身行李的話 你總共的液體 只能有100ml 所以像是我的話 我就會把負方放在身上 單方的話 我基本上全部都會放託運行李 那託運行李的話 我就會把所有的單方金油 都集合在一個小布包裡面 然後放在我就是 衣服的正中央 就是保護它 對 它還可以有點抗症的效果 但是呢 我會建議你們 比如說如果是去法國還是哪裡 很好買精油的 你盡量也不要買太多精油回來 不要過量 因為就是你那個 託運行李 雖然可以帶精油 但是你如果太大量的話 你還是會被海關盤插 我之前有去參展過 然後就帶了一整大箱都是精油 然後他就叫我打開看 就是裡面有什麼 之後我就說這是精油 他就說這是危險物品不能帶 之後呢 他竟然 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喔 他就直接把我的精油就拿起來 然後用火墊 他就不就燒起來 他就說這就是 易燃物品不能帶 然後那我就要跟他講很多 然後給他一些資料看 才就是 放你過嗎 對 才放我過 但真的溝通很久 但是我就覺得 就是其實拿火出來燒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 但因為我不是專業人士 所以 我個人會覺得有點不合理 因為你像頭髮 或是衣服 你燒 你用打火機本身去燒 他都會被燒起來 那我對易燃物的理解 應該是他在室溫或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燃燒 所以如果有相關 就是知識 然後比較專業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方就是留言 跟我們分享 你的經驗是什麼 那聽完以上的介紹 大家有沒有對於旅遊飛行 攜帶精油更加了解的呢 如果對於今天的介紹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週六晚上七點再見囉 掰掰